再来要看到国民党新三子成型了 尤其是卢秀燕跟蒋万安互动相当的频繁 在登节时双方互访参观 3月下旬蒋万安也打算率团到台中市政府进行市政交流 要借着妈妈市长的人气稳住2026连任 至于剑指2028总统大选的卢秀燕 除了早在一年前找英语老师来上课训练能力之外 更传出了最近将访美面试 卢秀燕在今天也松口 外交工作要不进度 国民党县市首长齐聚一堂 东道主行北市长侯友宜虽然站在C位 但2024拜选后汉子光环不在 已经被一旁的王子取代 和卢秀燕韩国瑜成为新三子 仙女本尊在这里 你叫我女神就可以了 女神是是是 日前卢秀燕壮连北市人偶花灯 蒋万安干脆邀请本人参观 反向操作成功行销 两人互访灯会创造话题 3月下旬蒋万也规划 帅团到台中市府参访 虽然有可能因为加开临时会延期 不难看出来互动相当热络 其实跟各县市政府 我们都有很密切的联系 把大家分享彼此的经验 交换意见 两人过去在立法院 就是同事跟情统姐弟 外界分析讲完要借由卢秀燕超强母鸡气势 稳住2026连任选行 而卢秀燕也看准他年轻形象 能新选票 也传出他近期就将访美 作为2028总统大选起首室 在这个时期点的确会比较敏感 有好的值得学习的 把他带回来台中 他迈向总统之路的投石温路 那更是以抗修复关系之旅 过去卢秀燕曾当AIT处长面前 表态反莱猪让关系紧绷 其实他早在一年前 就行幕僚提供专业师资 清练英语和口书能力 蒋万安暑假业计划 访美累积外交能力 来迎政治明星 也成其他阵营 首要攻击目标 王子燕子互相拉抬 强强联手应战 谢谢台北台中组和报道